大家好,今天来看一件蟒蛇皮的定制,这个就是蟒蛇,大概要用六七条蛇吧 这是原色的蟒蛇,不染色的,总共用了大概六到七条 这件衣服的话用的是七条蛇 每条蛇的长度大概在2.5到3米这样子 宽度的话,这个开张比较小,大概只有22到28之间 这个就是蛇的圆皮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蛇是比较窄的,所以一般都是要上下连起来或者左右拼起来 这个就是踩好的,这是后身 就是一定要做到左右对称,否则的话是很难看的 中间这部分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不可能保证上下间隔一样的 找不到两条一样的上包胎蛇 但是这个鳞片上下左右一定要是对称的 这个就是后身 然后这个是前面啊,因为它这个是下摆是带松紧的 所以只有中间一部分有皮,两边是松紧的,所以空出来一块啊 前身后背要做到左右对称 下面来看一下成衣效果 看一下前面啊,这是一件纯莽蛇皮,而且是本色不染色的圆皮啊 就是没有经过任何染色的蛇皮 下摆的话用的是一个松紧的螺纹啊 一个翻领的,靠近看一下啊 这种的话都是鳞片啊,都是鳞片,而且都是朝一个方向的,都是朝下的啊,所有的鳞片都是朝下的 然后上下的话它必须要对齐的啊,就是这个纹路 否则的话是很难看的,虽然是两片状的啊 包括这边也是拼接的,但是左右这个纹路要保持基本的一致啊,不能说跟是完全一样,完全一样是不可能的啊 这东西 你看一下这前面上面,色差也几乎没有,我们都要大色过的 虽然说本色多多少少有点色差,因为是不是那种蓝色的产品啊 这个衣服的尺码还是比较大的啊,126的胸围,50到51的肩宽啊,适合180斤的穿的啊 这个就是前面啊,其实相当于一个翻领,这边的话做的是一个 拼接,因为蟒蛇没有那么大啊,它只有这么宽 所以它必须要是拼接的啊,然后来看一下后面啊 然后这是后面啊,后面的话啊,它也是,其实按样板的话 它是边上两个侧边,中间一片的,但是蛇皮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它中间肯定是要拼接起来的,看看这个拼凤我们做的非常的密实啊 这个拼凤几乎看会出什么拼凤了啊 然后这个纹路的话,上下肯定还是一样要对齐的 左右的话基本上也要对齐,但是它由于它这个上下高度不一样 因为两条水啊,它不可能上胞胎一样的,就高度一样 所以这个纹路只能保证上下两个完全对齐 但中间的话,它肯定是多多少少有一些错位的啊 因为不可能找到两条高度一样,这个纹一样的高度的啊 如果是那种,有些那种蓝色过的,纯色的,咱们就好大 像那种带纹的,本色的就不太好大啊 只能保证尽量的左右对称嘛,包括两个袖子 包括上面的顶部的这两边也要尽量的保持对称啊 最主要是中间这一块要对称,鳞片都要朝下啊 做一件蟒色配的衣服其实是非常麻烦的 工费可能是做一件普通的那种羊皮 1.56倍,78倍的工费啊 这个就是后面啊,然后再看一下里面的商场室内的啊 看一下那里啊,那里的话用的是一个19亩米的成商场室 是树兜端的那里啊,这个非常贵的啊,这两米布的话将近要三四百块钱啊 这就是夏天他们做树兜端外套的那种布啊 这个比较厚实的,不是那种薄的电力房啊,那种要便宜啊 比较有质感的一个内里啊,然后这边两个口袋用的也是蛇皮的 然后拉链的话用的还是一个奢侈品的拉链啊 这是比较的拉链,整件衣服就是这样的一件 时尚奢侈的蛇皮衣服啊 谢谢大家